风潇潇见状心中暗想 这两个家伙脑子一定是烧坏了 你们自己找死 也别怨我不给你们机会了 当下仰手就是一刀 人海虽有距离 但也是转眼变道的事情 为了保险起见 风潇潇的这一刀 就没有用急风无影 飞出的是暴雨 可虽然如此 面对这一刀 对这一刀的吹雪仍然没有机会 一刀正中胸前 扑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 自从跟风潇潇他们对上之后 吹雪也前前后后死了不少次了 实力是大受影响 本来风花雪月四人齐名 不见得谁就比谁高明多少 但如今的吹雪 已经落后于其他三人了 从以前和刘月不相上下 到帮战时 被刘月轻松拿下 就是力证 吹雪死了 风雨飘摇总算有了些许的迟疑 看样子是准备要犹豫一下 风潇潇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转手又给了他一刀 风雨飘摇变成了追雪 追吹雪而去 后面的人海 波涛汹涌地赶到了 但是吹雪和风雨飘摇 是先后死在他们眼前的 他们已经坚定不移地开始犹豫了 风潇潇用飞刀指着众人喝道 谁再追过来试试 一大群人 大眼瞪小眼 居然真的没有一个人敢动 风潇潇是非常满意 点点头道 嗯 都不许乱动 站好了 说吧 转身准备离开 身后立刻传来一阵骚乱 风潇潇猛然转身 与此同时 飞刀是脱手而出 一道寒光 从人缝中掠入 从遥远的人群后方 传来一声惨叫 惨叫周围的玩家 已经散成了一个圈 惊恐地望着圈子中央 一名玩家的双手 牢牢地抓着插在身上的一柄飞刀 离他们而去 前面的玩家虽然看不到 却也可以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 更是面色惨白 风潇潇的眼神之毒辣 飞刀之狠准 远在他们的意料之上 风潇潇手中的暴雨 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只听他吏声喝道 还有哪个想试试 这次是真的没人感动了 风潇潇转身 缓缓地 一步一步地离去 而他的背后 人山人海 却是鸦雀无声 日后有人问风潇潇 哎 你当时是背对着他们 是怎么注意到 那个有异动的人的 风潇潇回答他 我只是注意到 我的背后很吵 他们好像要冲上来了 那你飞出的那一刀 又是怎么回事啊 哦 我只是将刀朝人群里随便一扔 你知道的 当时人很多 根本不用瞄准 肯定会射中人的 这么说 你也不知道 你射中的会是他咯 我当然不知道啊 不过当时 无论是射中谁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那如果这个人 现在出现在你面前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他说呀 风潇潇沉默了半赏 缓缓地说道 人在江湖飘 怎能不挨刀 化回当时的扬州 风潇潇是一步一步地走开的 速度一点都不快 甚至比他平时走路还要慢上几分 因为此时 有无数人在向他行住墓里 风潇潇要尽量长时间地 享受这一瞬间 风潇潇终于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更有几个当即瘫坐在了地上 抹着额头的汗 在他们眼中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更是风潇潇的那柄刀 想不到在江湖当中 居然会有这么可怕的飞刀 快 准 狠 能将这三个字发挥到极限 还不是最可怕的吗 忽然 人群中又起了阵阵的骚动 一群人正是精神最松弛的时候 一时间尚反应不过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 风潇潇去而复返的吗 没有 风潇潇没有去而复返 而是原来准备包围风潇潇的他们 此时反而落入了别人的包围 比他们更多的人的包围 身前的屋顶上 身后的屋顶上 身子两侧的街道上 已经站满了人 但此时双方的眼神中 都露出一丝迷惑 因为他们都认得出 这些人都是自己帮派的同伴 大家都是飞龙山庄的成员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大家视线内 最高的建筑顶端 他也是飞龙山庄地位最高的人 他们的帮主 飞云 飞云的身旁 站着弄花 弄花在飞云耳边 耳语了几句 飞云点了点头 望着眼前街道上这些帮众 忽然大声道 以京风为首的一伙人 背叛帮派 现在已经确查无疑 即将被隔出出帮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是受他蒙蔽的 以为是替帮派做事 一切既往不咎 但是今后你们记住 飞龙山庄永远不会发出 对付风潇潇的命令 明白了没有 上上下下一片哗然 看得出来 就是过来进行包围任务的玩家们 也并不知道 他们要包围的原来是自己人 而此时飞云说出的 简直是一个重磅炸弹 京风背叛帮派 飞龙山庄里 谁不知道京风的地位 那就是仅次于帮主的二号人物 什么副帮主容颜 那不过是个花架子 所以他的背叛 简直就是除了帮主 解散帮派以外的第二大恶号 不幸中的万幸时 这个恶号当中 穿插了一个好消息 从此不用追杀风潇潇了 这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帮派和风潇潇的斗争 是由来已久了 又有哪次讨过好的 每次派出去的人 都是灰头土脸地跑回来 更连帮主都亲自地阵亡过 最可怜的就是他们这些垫背的了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总算能松上一口气了 而此时 飞云又继续说道 京风背着帮派私自成立天杀组织 又故意让江湖人 以为天杀属于本帮 而把他们的所作所为 推卸给我们 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 现在 我立刻将这伙人逐出帮派 大家下面收到的系统消息中 被逐出的人 以后 就是飞龙山庄的敌人 话音落后 飞龙山庄众人耳中 都响起了系统提示声 如果将个人的声音都放出来 这条街道 必然是叮叮叮的 如同铁匠铺一般热闹 众人是一片哗然 因为这些被逐出帮派的人的名字 值得他们哗然 飞云继续说道 这些人 从此与飞龙山庄势不两立 如果有人还念着旧情 此时可以自行离帮 我不会追究 但日后如果相助京风一伙 那我也不会念着旧情 大家就是敌人了 街道上 遍地都是窃窃私语声 面对如此大事 如果还能保持冷静 不跟身边的人讨论一下 他不是定力惊人 就是人员极差 飞龙山庄的帮众 此时都表现出了 较好的人员 和较差的定力 而房顶上的飞云又道 好了 现在大家都先散了吧 要不要还留在飞龙山庄 大家自己考虑 越快做出决定越好 同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下面要面对的 是非常了解我们的敌人 众玩家听话的散去了 街道上 片刻就恢复了平静 飞云和弄花对望了一眼 哎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哎 你说呢 这句话 却又是对着身后的一人所说 他身后屋顶的房檐上 躺着一个人 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一顶破草帽 扣在脸上 遮挡着阳光 一个声音从草帽下面传出来 哼 也就只能这样打太极了 他推你 你推他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弄花走上前 想用脚拨开他脸上的草帽 却被他用手扶住道 喂 我要乱碰 你知道这顶草帽值多少钱吗 弄花不屑道 哼 多少钱呢 大不了就是五十文钱嘛 草帽下的人淡淡地说道 五百万 这顶草帽价值五百万 你还见过比这更贵的草帽吗 弄花是目瞪口呆 飞云也瞅了那草帽两眼 忽然道 刚才风潇潇那一刀 你看到了 草帽下的人叹气道 哎 看到了 惊风 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吗 哼 一点都没有 弄花忍不住道 怎么会这样 他的听声变位 不是现在最强的闪避心法吗 草帽下的人道 就是因为是听声变位 所以他才避不开那一刀 睡话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风潇潇的那一刀 速度已经超越了声音 哼 如果是古代 大概真没人懂 但是你们 总不会不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吧 飞云和弄花当然明白 而且非常的明白 这从他们的脸色上 就看得出来 弄花难难道 超越了声音 这怎么可能啊 居然会有这么快的刀 草帽下的人道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我还以为啊 他和惊风最多是打成平手 因为谁也机不中谁 可却没想到 他这一出手 就要了惊风的小命 飞云和弄花无语 只听他黑黑道 以后啊 大家再也不用争了 谁是江湖第一高手 明显得很吗 我相信现在的江湖上 不可能有人躲得过那一刀 飞云道 哎 没有把风潇潇 拉进飞龙山庄里 看来注定 是我在江湖上 最遗憾的一件事了呀 草帽下的人轻笑道 哼哼 没把他拉进来 已经算是失败了 后来呢 你居然还着急上火的 想除掉他 还好现在已经调转了方向 总算没有像惊风一样 继续站错边了 如果这个人呢 能更狠更独一点 他一个人足够玩死一个帮派 江湖上任何一个帮派 弄花忍不住说道 哎 他的飞刀 真的没有破解的方法了 草帽下的人 沉默了片刻 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和他做朋友 不要当他的敌人 弄花有些失望地说道 这也算什么办法呀 这是最有效 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飞云也点点头 是啊 做不了朋友 至少不要是敌人 这已经是一大姓氏了 草帽下的人说道 这次是个机会 这件事后 找个机会跟他和解了吧 把所有责任 推到惊风的身上就是了 飞云望着远方道 唉 这次的事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解决的 草帽下的人道 我相信 风潇潇今天的这一刀 一定已经严重打击到了 京风的自信 他一定非常后悔 树立了风潇潇这么个强敌 如果他脸皮够厚 现在拉下脸来 去跟风潇潇告扰也说不定 到那个时候 他必然是把一切责任 都朝你推了 哼 这次啊 就看你们俩谁的功夫 更到家了 飞云叹息道 唉 想不到 最后决定我们俩之间胜负的 会是个外人 草帽下的人说道 不错 你可一定要盯紧了 别说京风 把风潇潇拉过去 他就是现在和风潇潇和解了 对你也是非常的不利 没有了风潇潇 根本没人能压制住京风 你应该不会以为 风潇潇和京风动手 是在帮你吧 哼 那根本是他的私人恩怨 飞云道 我当然明白 草帽下的人忽然从地上坐起 将草帽扶正道 明白就好 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我先闪了 飞云点头道 好 你去吧 但是他的人 早已经跃下房顶 飘然而去 风潇潇从众人的视线当中离开之后 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 去广场应该是另一边 而自己走的这一边 正好与之相反 当时光顾着显示自己 只觉得这边 路要稍长一点 早把要去广场找刘月的事情 抛在脑后面了 此时在原路掉头 虽然可以再体会一次 万众瞩目的感觉 但是这个 未免有些太白痴了吧 风潇潇不得不绕了一个圈子 而且是比较大的圈子 万一被刚才那些人看到 自己走过去又走回来 岂不是毁了 自己刚刚树立起来的英明吗 风潇潇是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 她是好不容易 才抑制住了去复活点找京风的冲动 实在是想看看 此时京风的表情啊 风潇潇挺遗憾 自己都没有和京风互加好友 不然现在虽然见不到面 这聊两句也是好的嘛 风潇潇一边叹息 一边走完了她这个大圈 来到扬州城喧嚣的广场 一刀秒杀京风的事儿 足够风潇潇高兴几天的 但是现在却连一个钟头都没有过去 风潇潇的情绪是可想而知 总的来说就是亢奋 广场 无疑也是一个很亢奋的地方 风潇潇迅速被这气氛感染 而且持续升温 直弄得自己是躁动不已 真想冲到广场中央 吼上两嗓子 老子是天下第一 此时此刻 风潇潇又忘了 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了 她忘了 却还有人没忘 风潇潇正站在广场边的墙根下 热血沸腾 忽然一样应物落到了自己头顶 风潇潇是大惊失色 自己一时失神 居然遭了偷袭了 难道此刻 自己已经是命不久矣了吗 一下剑步越前 同时转身 感觉生命并没有损失啊 而根据应物飞来的方向 风潇潇缓缓地抬起了头 先看到他从房檐边 搭了下来的两条小腿 这再往上 就看到了流月蓝散的笑容 正朝的挥手叫道 嘿 高手 原来是这家伙 风潇潇顿时放下心来 但是这一下 也当头给他灌了点冷水 如果刚才那不是流月扔下的东西 而是惊风扔下的飞刀 现在的自己 还有命在吗 风潇潇一蹬地 轻飘飘地跃起 在空中一个折身 跳下时 正好在流月的身边 流月拍手道 厉害呀厉害 果然是高手 风潇潇又怎会不知 他高手两字的含义呢 问道 哎 你拿什么打我呀 流月用手指着指自己怀里 风潇潇望过去 看到他的怀里 揣着一堆核桃 风潇潇惊讶 我靠 这玩意哪来的呀 流月撇嘴 哼 为了赚钱 除了飞机大炮 这游戏里 这游戏里什么不能给你加呀 风潇潇顿时闭嘴 流月却说道 哎 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 我买了之后一直没吃呢 没有顺手的家伙嘛 正好了 把你的飞刀借我一个 风潇潇大叫 我靠啊 哎呀行了 靠什么靠呀 快点 边说还边用手 指指风潇潇的怀里 然后又朝外勾勾 风潇潇郁闷 只能取了一柄 疾风无影给他 流月接过嘟囔道 哎呀 你这飞刀这么薄 还真怕被核桃给诱断了 风潇潇的心 立刻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流月 一手将核桃按在屋顶上 另一手举起疾风无影 那个架势 仿佛是要杀猪一般 大喝一声 手起刀落 核桃被一分为二 风潇潇尝出了一口气 流月也大喜道 厉害 用得真顺手啊 说着 拾起被切开的核桃 另一手挥舞着疾风无影 继续摆弄 风潇潇相信 人世间 绝对不会有这么吃核桃的 这哪是吃核桃呀 根本像是在吃鱼 核桃那层硬壳 在锋利的疾风无影下 就像是鱼骨鱼刺一样 被刘月细心地剔除 刚刚成为名正言顺的天下第一刀 转手就被人拿来切核桃 这生活 为什么就一定要这么大起大落呢 风潇潇是欲辜无泪 看到风潇潇目瞪口呆的样子 刘月扔了几个核桃在她怀里 你自己弄吧 你又不是就一把刀 风潇潇拿起了一个核桃 怎么也觉得不爽 忽然心中一亮 扭头问专心切核桃的刘月导 我说 这些东西是哪儿买的呀 我是说核桃这类东西 刘月导 吃的嘛 当然就是食品铺了呀 前面那个街的转角就一个 哎 你想干什么呀 抬头 风潇潇却连个鬼影都没留下了 刘月愣得愣 没有理会 继续切核桃 片刻后 耳边清风拂过 眼前按了一按 风潇潇又已经飘回自己身旁 刘月抬起头来 只见风潇潇的手里捧了一个西瓜 笑吟吟地对她说道 我说 你的圆月弯刀就我用一下呗 报复 这绝对是报复 刘月飞起一脚 被风潇潇避过 没能踢爆那个西瓜 最后只能乖乖地抽出了自己的宝刀 刀光闪动 西瓜已经被均匀地切成若干缝 风潇潇忍不住拍手赞道 好刀 好刀法 好高手 好西瓜 刘月白了她一眼 哼 吃死你二的 风潇潇已经捧了一块大啃特啃了 一边还批评道 你说你 吃什么核桃呀 这太阳下面吃西瓜不好吗 你看这游戏里的西瓜 还是过过冷水的 爽啊 刘月看了看怀里的核桃 犹豫了一下 最终也捧起了一块 风潇潇迅速消灭一块后问道 诶 这西瓜皮扔的啊 刘月此时已经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头也不抬地说道 你傻呀你 就放旁边等系统刷新掉 风潇潇点头 嗯 有道理 把西瓜皮扔到一旁 重新投入到第二回合的战斗 一个西瓜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考验 不消多时 就被两人消灭干净 风潇潇是一个劲儿的嚷嚷 啊 好撑啊 刘月做呕吐状 哎 我比你惨好吗 我比你多吃两个核桃呢 风潇潇无语 两人一起仰面唐岛 手不约而同的都开始拍肚皮 刘月这才问道 诶 你来扬州干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吗 看看你啊 再顺便看看京风 刘月笑道 呵呵 看到京风了吗 风潇潇也笑了 看到了呀 不仅看到了 还顺手把它解决掉了 刘月急速地扭头 扭到了筋 一边挨忧一边说道 啊 什么 解决了 解决了是什么意思呀 风潇潇嘿嘿地笑道 嘿嘿 解决了的意思嘛 就是送他去复活点了呀 我靠 你是怎么做到的 飞刀 飞刀 风潇潇缓缓点头 不错 飞 是小李飞刀的飞 刀 是小李飞刀的刀 弹的是飞刀 风潇潇立刻就看到了刀光 从他身旁的刘月的腰间挥散而去 这一刀下去 自己要变成三瓣了 这刘月是躺着出手的 顺手的姿势 就是砍自己的双腿 风潇潇的双手一撑 浑身用力 身子搜了一下 向上窜出了一截 啪插一声 脚下的瓦片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可见刘月的这一刀并不是假的 风潇潇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来 刘月又再次重复 飞刀 风潇潇不敢再造次了 巨石打道 其实啊 我飞刀的速度超越了声音 这一句话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刘月当然明白这一句话的含义 江湖当中 没有任何人听到这句话之后 会不感到震惊 刘月也不会例外 风潇潇正在欣赏她的表情 刘月难难道 哦 难怪啊 难怪啊 风潇潇忽然叹息了一下道 哎呀 如果江湖中人 把我的飞刀和你的刀归为一类的话 这个天下第一块刀可就 刘月摇了摇头道 那些对我来说 就像那浮云 风潇潇是又想贬人了 但还是忍住了 耐着性子道 你刚才说难怪 难怪什么呀 风潇潇希望 可以多在有关飞刀的话题上 讨论一会儿 刘月道 难怪京风的闪避会这么变态 难怪你可以击中他 风潇潇奇怪道 这个和京风的闪避变态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啊 你的飞刀速度超越了声音 这就说明 在游戏里是有这种设置 就是出手速度 可以达到甚至超越音速 随着玩家们武功 等级的不断提高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候啊 大家的出手速度 都达到这个程度 而京风呢 他的闪避 既然叫做听声变位 那就是一定要靠声音的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这套心法 不就成了废物了吗 我一直在奇怪 不就是个听声变位吗 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变态啊 现在我想啊 会不会是因为系统知道 这套心法 以后无论多高的熟练 都要成废物 所以呢 就现在让他显得异常的强大 让他的主人风光一下 也算是跟他的将来平衡一下 风潇潇是目瞪口呆 刘月的说法 似乎有一点荒唐 但好像又有一些道理 难道京风的武功 真的是以失去前途为代价 换取到今日的风光吗 如果是这样 那自己又怎么解释呢 连这种系统 刻意纵容出来的变态 都被自己拿下了 自己又是一个 什么样位置的存在呢 刘月忽然皱眉道 飞云和京风 已经彻底地翻脸了 哦 刘月接着道 他刚才啊 已经把京风那伙人 全提出帮的 现在叫我过去商量 你也一起去坐坐吗 怎么 你已经重回飞龙山庄了吗 刘月摇头道 没有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不过这次呀 我还是打算尽全力 来帮飞云一把 风霄霄点点头 行 那我呀 就当是帮你吧 两人相视一笑 刘月叫道 好 说着 两道人影 从房檐上弹起 落到广场中央 刘月道 走吧 相信这次飞云见到你啊 欢迎都来不及呢 风霄霄笑了笑 忽然 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声 一个人横躺在房檐下的地上 指着头顶上破口大骂 谁他妈在上面扔的西瓜皮 摔子老子了 风霄霄和刘月大惊 连忙捂着嘴 偷笑中 匆匆地离去 风霄霄问刘月 诶 飞云在哪儿等我们啊 刘月道 当然是在飞龙山庄的 飞龙厅了 两人一直奔出城门 来到了这个 刘月非常熟悉 而风霄霄比较陌生的地方 热大的飞龙山庄 却看不到几个人 虽然平时他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 在异常的情况下 风霄霄总觉得 有种说不出的荒凉萧涩 风霄霄问刘月 哎 都有谁被逐出帮派了 刘月道 我也不清楚 一会儿飞云应该会说吧 不知道一见冲天那些人 他叫了没有 风霄霄沉吟 以我对一见冲天的了解啊 他应该不喜欢 被这么呼来唤去的 刘月点头 嗯 飞云现在是囚人 应该也不会这样 把人家当帮众一样使唤 风霄霄笑了笑 哎呦 那你呢 你怎么就被他当帮众使唤了呀 刘月神色不变道 我 我虽然不是帮众 但在他眼里 却也不是外人 而是朋友 就像他不会对一见冲天 回来换去 而你就未必了 因为你和一见冲天 是朋友嘛 风霄霄点了点头 刘月忽然又道 哎 说起来啊 他找你都是通过我联系的 刚才也没有提 应该也没有叫一见冲天的 风霄霄开始惆怅 这 没叫我 那我现在过去 行了 来都来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这飞云啊 肯定是巴不得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不请自来 岂不是显得很没面子吗 刘月为之气节 当下道 我靠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此时飞龙厅 已经就在眼前了 风霄霄略一犹豫 还是跟了上去 刘月也没有再多言语 两人一起昂首挺进了飞龙厅里 明明都不是飞龙山庄的人 却比任何飞龙山庄的人 都要来得嚣张 飞龙厅里 风霄霄一眼望去 只认出了飞云 龙岩 还有弄花 好好的一个飞龙山庄 一个高手如云的飞龙山庄 现在居然会弄得如此人才凋落 谁被逐出帮派 已经不用问了 此时哪个高手不在 当然就是被已经逐出的 而浪帆 六神和乌阳子 风霄霄也没有找到 这三人 未必是投奔了京风的 也许是因为上次的事 让飞云对他们 已然起了疑心了 这次嘛 就顺势处理了 或者是排挤了吧 龙岩在场 却让风霄霄颇觉意外 他还以为在这种情况下 龙岩就算没有站到 势大的京风一边 也会带着他的旧部 回他的太原 开龙门客栈去了 想不到他居然留到了最后 看来自己对他的看法 有些不太客观呢 飞云看到风霄霄后愣了愣 但随即开怀笑道 哈哈 小老板 想不到你也来了呀 风霄霄点头道 哦 我正巧和刘岳在一起 闲来无事 就跟着他过来看看 打脚了 飞云联盟说道 哎 哪里话 说着 亲自走到风霄霄的身前 招呼道 来来来 萧老板请这边坐 乍一看 刘岳似乎完全被忽视了 但这也正说明了 刘岳和飞龙山庄 这边的内在关系 显然大家眼里 是把他算作自己人的 风霄霄被飞云 拉到椅子上坐下 甚至还吩咐手下 快 给萧老板上茶 萧老板是茶楼老板吗 这个茶呀 是一定需要的 所有帮众都愣里愣 没想到帮主来了这么一出 来人上茶 游戏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根本没有人想到过 帮主忽然来这么一个创意 这叫人一时半会儿的 上哪儿弄茶水去 不过随后 飞云就大彻大悟道 哎哟 我都忘了 我们是没有准备茶水的 这个不行啊 都怠慢了萧老板了 哎 那个谁啊 你结束之后 去准备一些茶水 下次萧老板来的时候 可不能再这样了 谁也不知道 那个谁是谁 但还是有个 比较有眼色的帮众 应声道 是帮主 风潇潇觉得 自己再不说两句 就真的不是人了 连忙说道 哎 飞云帮主不用这么客气 飞云立刻说道 你看 萧老板叫我不用客气 自己却又称我飞云帮主 这不是太见外了吗 瞧得起在下的话 呈一声飞云兄也就是了 风潇潇彻底无语 只能说道 好 西庭尊便 但此时 这句飞云兄 是无论如何叫不出口的 这反差太大了 怎么着 也得回去练上几天吧 风潇潇望向了众人 大家的脸上 都有着不忍之色 帮主想跟风潇潇和解 想笼络她的意图 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但要做这么精彩的演出 怎么着 也得给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啊 这突如其来的创意 是一个接着一个 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在受罪啊 再看刘月 反而是一脸的严肃 风潇潇了解她 鸭又在装了 估计肚子里啊 肠子都笑得要打结了 如果不是爱着飞云的面子 她肯定能笑得 把屋顶给掀翻了 风潇潇自己 又岂会不尴尬 但是她却是 最无话可说的一个 管飞云是装出来的 还是真的 总是对自己这么客气 这般待遇 难道自己 还指着人家鼻子骂不成吗 刘月此时自己走过来 坐到了风潇潇旁边的位置上 飞云又对帮派的众人道 大家也都坐下吧 咱们坐下慢慢地说 自己居然正在参加 飞龙山庄高层的会议 忽然想到此 风潇潇宛若梦中 不对啊 就是在梦里 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吧 可见生活 比做梦可要戏剧多了 飞云此时说道 现在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主意啊 听飞云的话 他们的会 似乎已经是开了一半了 向京风 为什么会反叛 这些来龙去脉 不可能是人人皆知的 大概 飞云先前是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此时 是要收集他们的看法了 沉默 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 直到飞云说道 大家有什么就直说吧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不需要顾忌什么了 就是有人想要离帮呢 此时也可以尽管说出来 终于有人肯说话了 一人说道 帮主 看踢出帮的人 想不到这次叛变的人 会涉及到这么大面 这帮里的高手 一下就去了一大半啊 另有一人说道 不错呀 而且 京风既然是天沙头子的话 我记得那天帮战的时候 天沙里几个人的身手 也很是了得呀 都是一流的高手 这样算下来 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啊 飞云道 他们的确是高手众多 但是这次呢 我也请了不少人来帮忙 像刘岳 萧老板 还有一键冲天也答应 到时加以援手 另外呀 成都的落花十三楼 你们应该听说过吧 我从哪里来和贤乐 都是超一流的高手 也都答应是以援手了 风潇潇的心中暗道 我从哪里来 他们果然也是答应了 帮众们顿时起了糟动 飞云提到的名字 哪个不是如雷贯耳 一般帮派 有那么一两个 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现在齐来助阵几方 实力可谓不敢说是绝后 但至少也是空前呢 众人顿时感到底气大增 却还有悲观论者 起来说道 可是我们请高手 这京风他们 也未必就不请人相助啊 飞云道 不错 这正是我今天 招大家一句的目的 京风叛离帮派 一定会把之前 他天杀在江湖的 所作所为 全部推脱到咱们的身上 大家现在呀 除了要提防他们 按下杀手之外 还要谨防他妖言获重 大家要想办法 让江湖中人相信 咱们是受他们的陷害了 这个呢 就必须要靠大家的力量 靠全帮上上下下的力量呀 我们在人数上 是占着绝对优势的 这打嘴仗 难道还会输给他们不成 只要能制止谣言 京风一定借助不到任何力量 而且还会成为江湖的公敌 又有人说道 但是现在江湖上各邦 正好对本邦心有不满 这会不会有人借机会来捣乱啊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部分的力量 大概就会被京风所利用 所以啊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不管如何 只要咱们占得一个里字 这场仗 就算输了 咱们也不怕 众人为飞云呐喊叫好 当下就有人说道 好嘞 我一会儿就去联络兄弟们 让大家下线之后 都上论坛去指责京风 众人是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飞云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继而忽然又是笑容满面地说道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这次和京风的争斗 萧老板已经帮咱们打了头炮了 刚才就在月客楼所在的那条街道上 京风已经死在了萧老板的刀下 众人是再度哗然了 在一个帮派这么久 大家都是深知京风的飞刀厉害 想不到飞刀对飞刀 风萧萧却要比他更胜一筹 这对众人的士气 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 众人都是一脸崇拜地望着风萧萧 风萧萧想不到 飞云会这么给自己露脸 连忙向众人抱了抱拳 刘月也在一边抿了嘴偷乐 但是就在一派欢欣鼓舞之时 飞云忽然脸色巨变 那模样仿佛忽然身中了剧毒一般 神色之间的慌张 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 众人不由地都愣住了 刘月反而表现得比较沉稳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刘月望着飞云 沉声道 刚刚传来消息 京风一伙人已经成立了新帮派 众人哗然 不过京风既然已经被逐出了 自立门户 好像也不是什么 值得帮助如此震惊的事吧 众人还是一脸奇怪地望着他 飞云继续缓缓地说道 他们帮派的名称 叫铁骑盟 帮主是铁骑 是铁骑的 我有一个办法 而言之 �自己是铁骑的